那因為我們的位移的大小跟路程的大小不一定一樣 所以速度的大小跟速度的大小也不一定一樣 那我們前面講過那個直線運動不回頭的 就會位移的大小就是速率就是路程對不對 所以那這樣子的話你的速度的大小就會是速率 因為我們國中基本上都是考慮不折返的直線運動 所以剛剛講過這個時候位移的大小就是路程 所以速度的大小就是速率就是速率會變成一樣的 所以我們在未來的情況下 我們就很少刻意要去分別什麼叫位移什麼叫路程 為什麼 我剛剛講過為什麼 剛剛問過為什麼 為什麼這樣子慢慢就這樣 因為負責滿直線運動怎麼樣 位移的大小就是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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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就是一樣 我們前面就跟各位提示過的說法 因為負責滿的直線運動 位移的大小就是路程 所以去處理時間之後 速度的大小就是速率 那必須是在負責滿的直線運動 如果不是這樣子 那麼位移跟路程就不見得一樣 那麼所以速度跟速率就不見得會一樣 這是一個想法 好這樣子做吧 都一樣 OK 就是我們跟各位提示的話 提示的話 了解一下 那什麼叫等速度運動 等速度運動就是速度都要相等 速度都要相等 叫等速度 那因為速度是向量 有大小有方向 所以等速必須怎麼樣 大小要一樣 方向也要一樣 好 因為速度是向量 所以等速度運動 必須是兩個條件 一個是大小要一樣 一個是方向要一樣 大小一樣 方向也要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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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才叫速度一樣 這樣要速度一樣 只要是向量 它的相等 就是必須要大小相同 方向也要相同 才叫做向量的相同 OK 請問您 這有兩台車 一台時速90公里 台中往高雄 一台時速90公里 台中往基隆 兩個速度有沒有一樣 按照上面所寫的狀況 速度有沒有一樣 為什麼 請你站起來告訴我 一樣或不一樣 還要告訴我 為什麼 請你站起來 告訴我 一樣或不一樣 還要告訴我 為什麼 1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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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訴我一樣或不一樣 還有為什麼 一個台中往高雄 一個台中往台北 速度一樣 或不會都是時速90公里 一樣或不一樣 為什麼 一樣 為什麼一樣 都是90對不對 很好 請坐下 恭喜你答錯了 剛才跟你講 速度一樣 要什麼一樣 大小一樣 方向一樣 一個是台中往台北 向北開 一個是台中往高雄 向南開 方向有一樣嗎 沒有一樣 所以大小一樣 可是方向不一樣 仍然不叫做速度 一樣 就是不是速度相同 速度相同 必須要大小相同 方向也要相同 才叫速度相同 這在考你 什麼叫做等速度運動 OK嗎 OK 很好